代表很多人 欧洲的婚姻 休息一下 会呈你 每天4m 12秒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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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秒 我十秒要免败了 我把他给人拿来 我讲过去 把他给人拿来我来 你不说话我讲过去 你说你 我给你做的 你做的 大家好,我是强氏 今天呢 我又回村里了 就是我们村里那几户受影响的人 去找到他 跟他去继续沟通 当然这次沟通 他态度依旧不好 当时呢 现场就有几个人放狠话了 就说要重新去量他的宅基地 然后呢 让他自己掏钱去修排水道 如果说他要是不修的话 准备就报警 然后把他的房子给拆掉 因为村里的情况 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了解 就是说你站完派水道之后 有一些公共道路 还有一些就是两房共有的一些路 他多拿多站 可能也养成了一个坏习惯 他占了一占了人家后面那一户的一点地 这个地呢 也并不完全属于后面那一户 它是属于公家的路 但他多占了一点 就导致人家的公共空间受损了 就好像是两户盖房子 对吧 本来都规定好的距离 结果前面那一户非得多站一点往后吞吞 导致后面那个空间小了 如果说后面那个也多站一点 那是不是中间就没有路了 大家就这个意思 然后的话就是之前也有朋友建议说 实在不行的话强制不就几千块钱吗 你出了 你把房子软了做了 现在我想说的是 现在这个不单单是几千块钱的事 现在是因为他的态度不好 我们这几户沟通完之后 我是愿意出钱 但是人家其他几户不愿意出钱啊 那如果说其他几户都不出钱 让我一个人出钱 你觉得我父母在村里 还能不能抬起头来去做人呢 是吧 那不是钱的事 这是一个站不站理的事 你想啊 你都站理了 你作为一个老实人站理了 你还要去花这个钱 冲这个冤大头 那说出去 那都是让人家笑话 而且呢 还会让那些多辣多战的人 更加的瞧不起我们这方人 说什么为了杂与他 反正怎么算 也可能说懦弱之类的 反正什么好事都不会有 意思就是说 虽然说掏了钱办了事 但落不下好名声 还招人死笑 这种事肯定不能办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去沟通的时候 个别人还跟他吵了起来 前面我贴了有视频 朋友们多多少少也能听见一点 因为吵的时候 我离得有距离啊 就是我在 我在菜地里 然后把声音简单录了一下 大家多少少能听到一些 反正就是现场的戏份非常紧张 个别人说话声音大的话 看得像吵架一样 村委会也好 包括说我们也好 我们并不希望说 他盖的房子 被拆掉也好 被推倒也好 后续拿不到 这个不动产权证也好 那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 办事的态度 现在不单单是排水过的问题了 因为他的态度不好 各别人提议 这次被淹的农作物 还有菜 遭受了损失 他要赔偿 他如果不赔偿的话 这事也没完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自己 一开始的不配合 加上态度蛮横导致的 本来我们就想着拍照 弄完就算了 也没有想着说 他公共道路多占了一点点 他多出来一点点 本来也没想给他计较 但如果说 要真的给他计较的话 我们去村委会去说 村委会也必须得照照办事 你可以去填坑 也可以去小宅一地 但是你不能占用公共道路 这个公共道路 涉及到后面那一方的 这种视野和空间 人家的权益受到的侵犯 要么你赔偿 要么你就把你盖了 多出来那部分给拆掉 所以说现在这个事 因为排水过的事 他自己不配合 导致现在已经出来 很多很多事 包括说昨天 我也说有一户 因为那个水倒流 他们家的宅子 都被淹了 因为他新盖的房子 因为有些朋友说 新盖的房子 水都在他那边流着 可以淹他的宅子 事实上没那么简单 他盖的高 因为他高别人低 导致那个低了一户 家里院子被淹 水都跑到厨房了 那那个人找他去 你就来让他赔钱 那他更不赔 他说他各有各的理由 他说谁让你家的房子低 你说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 不单单是我们这几户 要找到点事 那些被淹的 就那一户 也要找到点事 但是呢 现在问题就卡在这了 就是如果说他这些东西 就算他做了排水 我们问题解决了 别人的他请在公共道路 包括说淹人家宅子 包括说这些菜钱 如果不赔 还有农作物 粮食 被淹 都因他而起 如果他不赔的话 那这事也没完 就算是我和我爸 我妈想牺牲情人 但是其他人 人家才不管他 人家不会惯他这毛病 就像有些朋友说的是 以暴之暴也好 或者说以牙关牙也好 我们做不出这种事 但是出地人 人家有些人不惯他这毛病 你蛮疯惯了 是吧 你不讲理惯了 那我比你还不讲理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事呢 弄到现在 他现在 就是被占的这一户 他现在感觉损失挺难 他现在如果说整个事处理下来 一万块钱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因为他多占了一部分公共的道路 如果说他要赔钱的话 该怎么赔 如果不赔钱的话 盖的房子要砍掉 相当于就给他拆动补息 那这就不是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的事的 还有就是说 他这一块怎么说呢 我先说一下他这会是什么情况 他作为他孩子的爸爸 还有他孙子的爷爷奶奶 是这老两口 也不大发 也是六多岁 跟我爸妈的年龄差不多 他们填了个坑 也在掏钱填了坑 填完坑之后呢 虽然说现在手续没下来 但是春雨费也默许了 对吧 只要你邻里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别让大家对你有疑义 在宅基地都是你的 而且给朋友们说 宅基地是不可再生资源 买都买不到 属于村集体 自由分配给你的 你得了便宜 你还卖乖 你还跳来跳去的 那最后也不能怪某些人 不惯他这毛病 我们可以惯了他 但是其他人可不惯他这毛病 对吧 现在雨停了 现在都开始给他 就是秋后算账了 之前下雨的时候 他态度好一点 对吧 包括说找他好几次了 他态度都不行 所以说才出这家事 现在有时候怎么说呢 也不一定会得报警 他 填坑盖房子 有很多东西都不规范 说白了在村里 不规范的事多了 只要你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险见 这事大家都不会给你深究 但如果说 你就 你让他自己不讲理 惯了 不给别人活路 那你这种人 在村里就 很受人排斥 大家就这种情况 而且这老两口呢 他有四个孙子 现在他有两个儿子 他本身就要了两个儿子 所以说当时 在当年他要了两个儿子之后 他当时抢了一处宅子 也不能说是抢 他占了一处宅子 让村里非给他 批给他 批给他之后呢 他的俩儿子又生了俩儿子 相当于现在 他有四个推子 也就是说他现在 多出来的这个宅子 加起来才三套宅子 也就是说他还需要继续填坑 在这种情况下 就他这种所说所为 他后续不想 不可能再拿到新的宅记地 他都不为后代人去想事 当然有些朋友 就说了 那你们生这么多男孩 干什么呢 没办法 农村那种思维 对吧 他觉得男孩多了 家里能扛事 对吧 遇到事的话 能互相帮助 但我想说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咱们要一视同仁 当然也可能是 他们也想要女孩 但不好意思生生的男孩 这个东西 咱们也未可知 事实上就是说 他们家现在四个孩子 四个孙子 这四个孙子 现在他们家总共在三个宅子 他们还需要去填坑 再拿一处宅子 但这种情况下 他后一想填坑 大家知道他的所说所为了 出文费 也会对他填坑这个事 持保留意见 目前就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闹到最后 吃亏了还是他自己 本来就是千万块钱 趁此几千块钱解决的事 现在一万块钱 都不仅能解决 他们家并不是缺钱 他们家前两天 光打水井 就花了一两万 就是在农村 自己去挖深井 一口井七八千 就是他打了两口 应该是不到两万块钱 就是给自己吃水 虽然说现在 村里也通了这台水 但是呢 还是自己打井 我们家也有自己的井 我们家也有这台水 相互结合着 就是说他们 钱这一块他们不缺 但是呢 他们缺的就是说 他们 就是为人处事这一块 总是一根筋 总是先顾着自己 不管他是生活 另外和一些朋友说 这个村委会和社会 人家是不是有亲戚关系 或者说他们 是不是有利益往来 为什么老是偏谈这一步 然后呢 总感觉 不给你们做主一样 这边 给村委会 帮村委会说句话 村委会 这期间也一直 有效的去协调 因为也觉得他们家 生了四个孩子 经济压力也是挺大的 虽然说也不差 这沙滑俩脚的这些钱 但是呢 想着说 就是能帮成就帮成一把 但没有想到 换来的却是 他们的蛮横无礼 在这种情况下 村委会也 现在也站在我们这一边 就积极的 村委会也说了 先别 网上报警 报警真闹破了 也不好看 人家毕竟也六六多岁的 跟我爸爸年龄一样大 也在当爷爷奶奶的 如果到那个份上 真的没必要 反正现在 所有东西都在列车 让自己选 他选择让我们报警 我们就报 他如果能够把这事解决了 那这事就 就结束了 都是一个村的 地都不见 台都见 村委会 包括说 他多占了公共道路 村委会也说了 也不可能让他 真的把房子拆了 那些新移户盖起来的 是不是 这个法规之外 都是人情 他只要能够补偿一下 或者说 给村委会交点罚金 或者说 补偿一下 后面那一户 人家所受的损失 那这事就结束了 不就是做点补偿 对吧 然后呢 就是给大家 赔个不是 另外呢 再做一些 就是善后事宜 仅此而已 还有一个朋友说 就是 既然就是他 这种人是这个样子 蛮不讲理 为什么一开始填坑的时候 就任由他去填坑 去盖房子 给他们再说一下 就是他填坑的时候 我们觉得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村里的其他人填坑 去盖房子的时候 这种事就不是 一个两个 现在新生儿那么多 家里需要新宅基地的人 就不罚他一付 那其他人都 做的像模像样 不管怎么样 中规中矩也好 最起码左邻右舍 没有意见 对吧 也没有影响到别人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自然没有什么意 他偏偏反跳而行 惹人重怒 而且呢 还有点不讲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东西就不是 我们所能预料的 因为本身基于我们而言 所有填坑盖宅基地的人 他都应该做好相应的善后 但他没有做 大概是这种情况 目前就这种情况 反正后续的话 他这边肯定会做做排水 至于排水之外的赔偿什么的 到时候看看其他人什么态度吧 反正我们是可以放弃 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也不想给他寻求这些东西 只要能够解决排水问题就行了 但其他人不会这么想 他们肯定会追究到底 因为他们把一分钱 两分钱 一块钱 两分钱都看得很重 你态度那么蛮横 还不讲理 对吧 还多拿多赞 还损害了他们的东西 他们那帮 就是他们那几个人 肯定不会放过这份人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得了人数 起了人 到最后我再卸调卸调 能少陪那儿就少陪那儿 只要他跟我爸 该整改就整改 该做的事做了 这个事就算结束 基本上目前 到今天为止 处理的进度还可以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就像有些朋友说的 你一旦叫职起来 对吧 他只要不占你 他肯定是输 还能那一块 大不了又报警 报警的话 那他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 反正目前就这种情况 再来谢谢朋友们的 关心和建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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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